韩国海钢公司金全泰社长等8人 17日下午拜会彰化县政府 县长魏明谷、副县长陈善报 率相关局处主管亲自接待 并进行深度交流会谈 会中由县府团队详细介绍 县内投资环境后 魏县长与金社长签署合作备忘录 韩方将于18、19日 针对县内绿能开发潜力点 进行县地勘察与评估作业 我们是全台湾太阳光电发电向 最好的县 张华元的全台湾 太阳光达尘速度最高 我们是全台湾的发电产家 当中南东发电对绿能方面最有经验 最丰富 而且他们技术上最高的公司 张华县政府积极协助海内外 有意愿、有技术厂商 在县内投资、建制绿能设备 让人民享有更干净的能源选项 未来两天 县府将指派专员 陪同进行现场勘察及细部讨论 协助排除投资障碍 促进台湾与韩国乃至各国间的 商贸合作关系 公益频道徐世昌、张华采访报道